自兄弟城市旅游行业同仁的一封信 公开信透露 还有4096名武汉游客还在境外 根据行程 他们都将在今后几天返程 武汉市文旅局诚挚呼吁和请求 各航空公司兄弟城市的旅游行业同仁 继续对武汉旅游团队回国返汉 给予大的支持和帮助 让出境的武汉旅游团队平安回国返到武汉 为了有效切断病毒传播的途径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1月23号起 各航空公司相继暂时取消了 飞往武汉天河机场的客运航班 但是前期已经出境的武汉旅游团队 按照旅行计划将在1月24号起到2月初陆续返程 他们会在哪里入境呢 昨天我们说了 即1月24号 有一架来自新加坡的航班降落萧山机场以外 带来了武汉客人116人以外 25号又有三架在由武汉乘客的航班降落在萧山 三架飞机上总共有武汉乘客25名 其中还有一名是发热病人 已经送到定点的医院治疗 其他24名安排在定点宾馆医学观察 基于神念社诊断 该发热病人是普通发热 同期的其他乘客在节中等待数小时之后解散 接下来的4096名旅客会在哪里入境呢 主要看航空公司是怎么安排的 对降落机场和所在城市来说 怎么样做好监测隔离也是一种考验 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在介绍杭州的做法时说 杭州有周密的预案可以做到快速准备有序启动 杭州指挥体系畅通迄今已经签发了13条指令 每一条都非常管用 杭州公开透明 无论是对疫情的通报 还是对封城谣言的回应都非常的快 下一步还是要强调居家隔离 延长隔离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我特别同意陈伟强的下面这段话 防控工作也是要强调经济合理 把精烈人烈挖在刀润上做到忙而不乱